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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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国家的领导人到这个平民 心目当中只有厉害 这还得了吗 唯一利益是土 不知道道义了 这个社会 就没有救了 挽救现在的社会 挽救这个艰难 艰难天灾人火 政治做不到 无力不能解决问题 儒跟佛都讲得很清楚 用武力只是借晕筹果 但是英国通三世 运运相报 没完没了 那个报复一次比一次残酷 我们细心 在历史上观察 你能够体会得到 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大战 一次比一次残酷 第三次大战 有人说这是世界最后第一次战争 为什么呢 这次战争爆发了 世界上人已经差不多死境了 法国中世纪的欲言家讲 这个战争发生之后 世界上人口只剩掉 七个大数 这七个大数有人说 七亿人 也有人说七千万人 人差不多都死境了 那就不打仗了 这个战争是最后的战争 我们能够相信 如果今天世界上 这所有核武的国家 他们的核子弹通通都爆发了 这个世界差不多是毁灭经理 真的那个时候的 活的人羡慕死去的人 这何受罪 怎么造成的呢 大家真利 真名夺利 所以释出世间的深邪 无不是教导我们 借记忍让 以真诚的善心 帮助别人 这才能得到永久的和平 那么今天世界 有许多人来说 中国威胁论 说这个话 没有智慧 没有学问 何一顾 展开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中国从来没有侵犯过 其他的国家 在历史上找不到 中国人接受的是神仙教育 古代帝王的时代 一直到清朝 都不例外 附近这些国家 向中国朝共 这个朝共就是外交礼节送礼 经共送的这些礼品 中国人回报 回礼 比他送来的要厚好几倍 绝不占人家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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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懂得礼上往来 这个情谊 越激越厚 圣人没有叫这个礼 礼上往来 是要平等的 他不是的 要多加一点 这现在人不懂事这个 古时候 就是念乡下人 没有念过书的人都懂得 亲戚朋友送礼 自己要用个本子记下来 为什么记下来呢 他有喜庆的时候 我们送礼 看看他送多少给我们 我们不能够少过他 送一样的 再加一点 这人情厚 中国古老的社会是这样的 国家更是如此 任何一个国家 对这个中国送礼 多记下来 送一些礼品什么东西 我们回报 回报是那些东西 决定回报的后 这是样样大国的风度 怎么可以占别人便宜 所以解决当前灾难的问题 只有教育 圣贤的教育 佛菩萨的教育 才能办得到 这第四条是 其莫能亲 亲战 亲战 最严重的 就是离婚 分财产 这个亲是这个意思 用礼协行的 你决定不会有这个事情了 这个亲绝对不会有这个念头 那么我们今天看看这个世界 离婚 离婚率多高 我还听到中国 有一些同修到此地来 跟我讲过这个问题 他说中国现在离婚率也很高 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五 可社会大众认为什么 这是好现象 这是真正民族自由开放 这是西方人的思想 西方人的离婚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 听说台湾已经占百分之五十 这个社会怎么能不动乱 那么离婚的人 他们的子女 是直接受害人 这些人从小 思想情绪就不正常 缺乏爱心 充满了嗔恨 这个发展下去 后果我们就不难想象得到了 所以圣贤人的教育 我们用一个字做总结 就是爱的教育 圣人教给我们 人与人要互相敬爱 要互相尊重 佛在这一部经前面 跟我们讲得非常非常好 说菩萨有一法 能力一切悟到苦 这是什么法 昼夜常念善法 善法就十三一道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令主善法 念念圆满 不容好分不善家长 你就永断悟 悟到就没有了 悟到是悟业变现出来的 这段开始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要落实在家庭里 落实在夫妇之间 落实在你工作 你工作 你有很多同事 落实在社会 厨师带人介乎 直计别人的好处 直计别人的善处 绝对不要想别人的 悟念悟行 纵然别人有悟念悟行 我们根本不放在心上 执念他的善 时间久了 悟人会被你感化成善人 你就做了好事了 你感化一个人回头 那个影响力很大 影响无数的人回头 无数的人行私 由此可知 这个实战 我们必须要学习 要认真努力去学习 对自己决定之力 不但自己不犯邪行 还要劝勉 你所认识的亲戚朋友 要把这个功德利益 给他说清楚 说明白 救自己 救社会 救一切众生 就在这个音乐 音乐随顺佛陀教会 我们走的是佛道 是菩萨道 违背佛陀的教会 你走的是三我道 所以这是 有智慧的人 赞叹 他看得清楚 他知道这里头的厉害 这是 末后 你能够回向 我无上菩提 古报 是佛的隐秘藏相 隐秘藏相是 三十二相之一 三十二相 八十中好 是善的古报 这个佛儒家讲的 知欲知然 古必有因 因云虽然是很多 无量无边 但是归拿起来 总不出这十种 所以实现 展开 就是无量无边的 善行善法 希望我们同学们 带头来做 做出榜样 各人看 别人就会相信 就会模仿 这样成就 无量无边的功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